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今第二个小时已经到了 时间过得真快啊 在今天的台北2050呢 我们今天呢 要请到一个很厉害的年轻人 我刚刚呢在节目开始之前 才再次确认 他的年纪 因为呢他呢虽然呢 他是80后哦 换句话说他只有30出头 非常的年轻哦 可是呢他看起来 不止30岁 没有啦 他看起来他不是老 他不是他不是长得老 他不是长得老 他是他的气质是一个很成熟的大人呢 因为我刚才在讲说 现在台湾很多年轻人 看起来都非常的稚嫩 因为被保护的太好了 所以呢赵丽 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 也是找到一个很厉害的 台北的年轻人 然后呢他怎么样呢 在这个江湖 不是江湖啦 在台北实现他的理想 而且找到了一个可以运作的模式 所以可以运作就是可以不但活下去 而且未来还可能会养更多人的这种模式 这个很重要 今天呢在我们现场呢 俊勇 对不对 没念错吧 俊勇 R 还有个R 为什么要加个R R他是26个字母里面最能代表这个重生改造的意思 例如说Renew Renovation 然后Recycle 只要26个字母里面他最有 都会有R这个开始 对他本身就是 那我们在讲的是旧建筑改造是很符合的 OK好 俊勇R不动产的创办人张家明 欢迎 主持人好 然后各位听众大家好 声音是不是听起来也很成熟 他只有33岁而已啊 真的很年轻耶 你很厉害 然后呢 他把他的经历 把他的成功的这个过程呢 写成了一本书 而这本书呢 他是很不文青路线的 他是走很实用路线的 就是那种直接告诉你怎么做的 叫做书名也很长 叫做新创空间的10乘以10 是这个意思 所以总共100 10乘以10总共100堂 10乘以10堂 创业的10作客 所以你里面呢 简直就是等于是各种步骤 还有那个 这有点像是这个工具书 参考书的感觉了 对对对 很可爱 所以呢 是漂亮家居 麦浩斯也要讲进去 漂亮家居麦浩斯 他是承班出版社里头 的一块啦 帮你出版的这个张家明 那么为什么放在这个台北2050来讲的原因 就是在于说呢 我觉得台北已经要进入一个非常不一样的阶段了 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新兴的新兴的开发中国家的那种都市了 过去是你知道吗 就是很快速的致富 然后开始盖很多很多的大楼 然后很多的汽车 然后开始塞车 台北我觉得已经要脱离那样的一个阶段了 所以台北的很多的 我觉得我希望看到啦 现在还没有真的看到 可能在都更的过程当中会比较容易看得到 就是说也不再是像以前 譬如说你盖房子就是整片的 然后盖出来通通都是一样的房子 那我们就是在这 我们消费者也只能在这房子里面去买一间这样子 或去租一间 现在呢可能越来越多 大家会对空间更加的敏感 希望不管是你的居住空间 你的工作的空间 你的商业的空间 哪怕只要在台湾空间都是算小的啦 在全世界标准来讲 我们都是算小的 在这个小小的 尤其在台北市 这个小小的空间里头 我不但我要住的舒服 我不但我能够在这边住生活拉撒税 而且呢或者是我要在这边营业工作 只是赚钱而已 我还要在这里头的空间里面 我的心情 我的创意 我的感觉都要在这里头 能够融合表现出来 所以大家对于空间的美学 空间的设计 空间所传递的符号跟意念 越来越重视 我觉得这是这个城市进步的一个很大的元素 那么我很开心的 就是说可以看到说 张家明讲了这么多 在我们现场的这个年轻人 你就是在帮大家实现这个梦想 对我们希望帮大家所有的小店主 我们说人人都有空间梦 希望帮助大家实现这个空间梦 从idea到落实 把空间租下来开始做运营 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所以呢你以前还曾经当过工地工头之类的 对我在工地当工地主任快要快要五年 你是台科大的土木工程系毕业的 对所以你毕业之后你就很自然的去做了这种 跟土木工程建设开发有关的工作 对但是通常讲很自然 但是我同学没有一个人要当工地主任 真的哦 因为念到台科大他们就会去顾问公司了 没有要因为去工地很辛苦 你让我想到我以前一个学长 台大土木系 然后呢高材生台大土木系 他也是一样毕业之后去当工地主任 他的想法跟你一模一样 就说没有人要当 可是当工地主任多好多好 就去当了 那么可是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是怎么开始 开始转变你的理论跟想法 应该是说在建设公司当工地主任 那我待的那个建设公司 它是授权比较大的 就是等于是几乎所有事情都是主任做完了 连我们去评估土地 然后到这把它盖出来 然后到卖掉 那参与的比较多 当然是很好 然后但是就会发觉 我都在做这个样 就是一样的 好像这个千篇一律的 工作 对对 而且它很像鸽子龙 就是每个都长的一样 那我们公司其实很要求快速 然后然后当然是长的一样 盖的就会快 对啊 你讲的就是台湾这几十年来的逻辑嘛 就是怎么样在最低的成本 最高的效率 然后做完这个案子 然后赚到钱 然后就赶快再重拾进行下一个案子 就是大量复制 没有没有 不需要任何建筑美学 因为建筑美学还要想 不需要想 因为就是长的一样 然后就这个一个 而且想了半天只做一个小小的案子 这怎么有够谈啊 对所以它 然后建筑师的图可能就是 一张图可以套用好几个地方 好几个城市 所以 它就变成千篇一律 然后大家住的房子都长得差不多 对然后就一直在思考这一种 这样对这个人还有空间是不是更好 然后一直有在思考啦 但是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做改变 然后后来有因缘机会参考这个日本的案例 才发觉说 这个我们讲的就是 不一定只有这个我们叫增量市场 或增量思维 就是增量就是一直往上做 增加量 对那他日本他比我们比较先进一点嘛 然后他他遇到问题也是一样 因为他们也没有增量市场了 所以他们现在讲的就是增量市场 就是既有建筑 旧建筑的改造 然后闲置空间再利用 所以他们讲的就是这个增量的思维 然后在增量市场怎么去做活用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这个方向都这样 那我后来就是因为参考日本的案例 然后就发觉 原来这个其实有另外一种做法 不是这个增量思维的做法 是存量思维 而且存量思维又更好玩 因为他你还真的帮这个旧建筑 或者是闲置的空间 达到活化跟再利用的目标 没有错 因为现在在台北你说要找到一个新的空地 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但是旧的东西你怎么样能够让他有新的生命 新的创意 新的活力 活起来就变成一个很大的艺术 这很难 这很难 而且其实以商业角度来讲 它其实是趋势 就是因为建商其实在台北是没得盖的 所以现在所有都去南部 那你在台北要做什么 所以我们其实 我们会员里面有很多是建商的 是哦 就是我讲的是这些跟我同样年纪 然后其实在建商代销 其实没事干 没有那么多事可以做 没有新的建案 对啊 没有事可以做 那所以他们就 也看到我们就俱乐部 然后就会加入 然后想说能不能在这个存量市场里面 然后用自己原本的一些技能 那因为其实我是比较资深一点 我就是在这个 你才33岁就说你资深 好好对 你很资深 其实我先做了这件事 我在存 我在增量市场有一些经验 然后拿到来存量市场 那现在的确也吸引到很多这种 我的算是我的学弟妹吧 因为他们原本在建商跟代销 也是发觉这件事会比较好玩 然后趋势来说也是比较是干 现在真的外面没事干 我认识很多朋友里头 当然他们有经过你的帮忙 那可能他们也比较早开始 就是说就是在实现这样的一件事情 比如说他可能就是一个室内设计师 然后呢他们就自己去合作 找了一个老的公寓 做他们的办公室 然后工作室 然后呢他就怎么样在这个空间 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对这种事情 很有感觉的人 或者是说他是做独立书店的 或者是说他是做咖啡厅的 就本来就有一些人 少数的一些人在做这件事情 那你现在等于是说帮大家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很多人想要做这件事 那么想必也都跟你一样 第一个他是年轻人 比较能够接受这种 然后比较有这种新的观念 然后第二个他们都是想创业的人 对不对 因为他们都想要找一个空间 然后来做他们想做的事 所以他们都是想创业的人 所以我其实很开心 你算做的挺成功的 因为表示说 起码在台北 有很多年轻人想创业 然后又有美学的想法 又有他一定的想法 然后他想要去找到一个空间 适合他的 然后他想要把这个空间 改造成有他的风格的 对没错 你就在帮忙做这件事 对没事 那跟一般的房屋仲介 不一样在哪里 那一般房屋仲介 他的问题是 他会只会服务这个大者恒大 例如说 什么事 因为我们目前的这个租屋仲介 因为这我们也做过了 就是我们前几年做过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 所以真的很老练 有没有 不要看他年纪小 就是 社会出得早 他就是 到外面没有念研究所 我就念大学而已 对 很好 非常好 真的不要再浪费时间去念 你不想念的书了 对 然后所以 租屋市场的仲介 他的问题就是说 大者恒大 他会去追求这个中校复兴黄金店面 因为他等于是这样才会多 这个佣金才会高 他赚的比较多 身为仲介来讲 他就是因为他想要赚仲介费 对 那所以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这个全雷打 全雷打就是这个大炮 就是这个 就是钱很多 奖金很丰富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这个标准化 快速就是这个小资女的套房 对 小资女的套房 一个套房 小资女的套房 小资女的套房 对 是怎么样 白领 就白领在住的这些小套房 那他们就一万块 那一万块 他这个很好理解 然后而且是刚需 所以我只是说 这个 所以他就赚这个 租金的仲介费 对 然后他跑得快 然后跑得顺 所以大家一定是 要么就极大 要么就极小 对 这个是 所以这边中间就有一段 很多人没有办法去服务他 就是所谓这些 所谓空间创业者 他就会发觉 他要去找市场上的仲介 仲介其实 并没有办法服务他 而且服务这种人很麻烦 他要求这么多 这么个性特别化 特殊化 然后搞了半天 也不过就是小小的 而且搞不好 还是个破破烂烂老房子 对对 租金又不高 那这些时间 仲介自然 他要么就去 例如说他去找 拜访星巴克 然后帮星巴克拓点 或者是帮 连锁企业 对 帮财团服务 那他肯定会赚更多 对 那不然他就是去做 我刚才讲的小套房 因为他 很能被识别 然后规格很清楚 就是你来台北工作 那你肯定要一个套房 好 那这个就是一房一厅一味 然后这样 那像这样的话 便是没有去服务这些 所谓空间创业者 那 是 所以你也当过仲介 对对 我有去跳 跳下去 我就是搞不懂这件事嘛 所以我有跳下去 你很厉害 所以你看 你学到的东西 都不是从书本学到 课堂学到的 现在讲都好像很轻松 那时候很痛苦的 很痛苦 因为你是工地主任 你要去当业务 是心理那一关 会有点障碍 对因为你在 我在建设公司 当工地主任是 是皇帝 对啊 公主你最大 对不对 在工地你最大 我知道啊 我学长也是赚这种享受 这种感受 对对对 就是 可是去当业务就不一样 对对对 然后那而且讲话 讲话就是全部都要重新调一下 这样子 是哦 对然后 但是学过才知道 哦原来还是这个仲介的模式 比较没有办法把大家服务好 所以我们现在改成社团的模式 所以你才寻找一个新的模式 对因为我干脆就是把大家聚在一起 因为他们都会遇到问题 这个我称为这个硬体人会需要软体人 软体人会需要硬体人 对硬体人他大概就是这个做设计啊 事工 他可能可以把空间弄得很漂亮 但他其实他不一定会去做operation 就是做营运 倒咖啡地茶送水 然后欢迎光临谢光临这样子 这他们可能会比较欠缺 然后会做这些端茶地水 比较偏软体的人 他其实在这个开拓 他自己点的时候会遇到的问题就是 他不知道怎么跟房东打交道 跟设计师打交道 所以常常会看到有些人 他开店一开开了半年 还没有开起来 因为他 半年都没办法开起来 因为他没有办法掌握失程 因为那个脑袋是不一样的 像监工 监工的脑袋就是 对对对 我们上次访问一个 他开咖啡厅 他的那个客户跟他点了 就来咖啡厅书店 买书的跟他点咖啡 两个小时之后 他还没泡给人家 就差不多这种意思就对了 他们的脑袋装的不一样 监工就是使命必达 就是几个月内一定要完成 那件事 可是服务业的人 他脑袋没有装这个 他装的是菜单 我要怎么设计 我要怎么选咖啡豆 对那这时候就是没有相互支援 而且如果他是年轻创业 他可能也没有足够的人脉 找到这些人 对对 我很想要我的空间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我没有认识设计师 我没有认识这些 对不对 对然后 所以我们就是弄一个社团 然后把大家聚在一起 然后同时我们还有一份这个 算是这种空间情报 然后提供给大家 大家每个礼拜就会看到这个空间情报 他就会 他们就可以进行这个讨论 因为我们发觉 这个有一个好处 就是很多时候 大家坐下来就开始那个聊天 对 然后就失焦了 然后就 叫卡后兰这样子 对 可是我们有一份空间情报 大家就会针对这个空间情报 讨论说 你觉得 就可以聚焦 你就说这个点怎么样 那不好 然后这个点好不好 然后你看这个点 怎么可以这么贵 然后这个怎么点 会那么便宜 那这份报纸 这个电子报 就帮助大家聚焦 然后讨论这件事 然后都在讨论空间 创业的事 我觉得是很好的事 那如果你们不是仲介的话 你们帮忙找这些 他们需要的空间 你们怎么去跟这拥有空间的屋主讲 这个我们已经累积了五六年 这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跟屋主 这个我们会去透过采访 我们是称为采访 就是去拜访屋主 然后先拜访他的空间 然后把故事写下来 然后整理起来 然后一个礼拜大概拜访十几个 但是只挑三个 挑三个最有趣 然后有趣且正在出租的空间情报 是我们坚持的 所以你阅读这份情报 你就会发觉 如果你真的想要租 你现在就可以直接去看房子 好 你可不可以先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 这样子讲好了 就是说 会想要去透过你们 然后去找空间的 他通常都是做什么行业的 有这个设计工作室 设计工作室 摄影 摄影 摄影他需要摄影棚 对 然后这个共同工作空间 然后还有这个学生的宿舍 学生宿舍 对 然后还有这个什么 现在有叫共生公寓 什么叫共生公寓 就是一群年轻人住在一起 叫共生公寓 对 然后当然不是 他们会有更深的理想 就是要在里面互相帮助 干嘛的 是 OK 然后还有 当然是咖啡店 然后书店 然后旅馆 民宿 这个都也蛮常见的 民宿 就小小的民宿 然后最近都有 皮革手工教室 然后或者是什么 脑力开发 就是特殊教育的这个 这个场景 教室 对对对 然后 餐厅 对对 然后各式各样 每天都 美髮沙龙 对对对 然后像我访问的就是 文创商品吧 你可以说它是手作杂货店吧 对 现在好流行 对对对 然后有些人他就自己 做衣服拿来卖 什么都有 对对对 OK 所以说他们都是很个性化的 对对对 然后大概就是不大的 这种店面 对 然后呢 他希望呢 这个空间本身 要有个性的 特色 要有特色 对不对 所以你要帮他们去找 通常都是老房子吗 不一定 我们就不太介意 我们不太去用这个 老跟新 因为有些新的房子 其实也蛮有趣的 所以你们也不一定 就是像你刚刚说的 黄金的这种商业路段 反而可能都不在这上面 都不在 其实都不在这上面 都不在这上面 我们都去找 我们用了15个视角 就15个icon 不同的角度去看 去看待空间 如果它有符合越多 我们就会 就觉得 哪些视角 可不可以举几个例子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例如说 我最喜欢举的 就是有内梯 就是 里面有梯 流梯的 楼梯 那代表这个空间 是从一层变成多层 对 就是可能从一层变两层 像我自己的办公室 就是有三层 我有地下室 我有一楼 我有二楼 那楼梯在你们里面 对 那就是很老的建筑才有 我那个也还好 但是是前五组自己改的 对 它是一个 算是豪宅 然后牙医 它自己改的 那 这个空间 从一层变多层 它就可以变很多利用 对 它可能 例如说 我们地下室 就可以唱KTV 然后可以放电影 然后我们楼上 就可能会比较私密一点 就是只有特殊人 才能上去开会的 然后楼下可能 当然就是很开放 跟很多年轻人进住 对 所以当这个 我们有一个icon 叫有内梯 那有梯子 代表说空间 从被分割成 从平面变立体 那这时候 它就可以 有更多的 这个可能性 对 这大概就是一个icon 那例如其他很容易理解 例如说有绿色的风景 看出去view很好 然后或者是说 你有一个阳台 露台可以抽烟 然后办party 干嘛的 对 所以就是它 使得这个空间 变得比较有特色 对 好玩一点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 我是郑立文 今天的台北2050 在实践的梦想上面 身体力行的 而且有心得的 年轻人 今天在我们现场 是张家明 他是俊勇 而不动产的创办人 那么他出了一本新书 叫做新创空间的 十成以十堂 创业实作客 是麦浩斯出版的 这个漂亮家居 麦浩斯出版的 那么虽说是空间 空间当然是一个 很重要的先决条件 然后你们帮他们去找 各种有潜力的空间 因为这真的 这真的要会看 他可能感觉上 好像破破烂烂的 不起眼 或者说不是在 很怎么讲 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商业的黄金地段 可是你们要看到 他的潜力 然后因为多半跟你们 找你们 然后想要来 沉出空间的 他不是要自己 他不是住家吗 他是要自己做营运的 那你总是还是要有 要有人上门啊 要有客户上门啊 对不对 所以他等于是说 你们看到了这些潜力 然后把它改变 先报导 对先报导 然后有人有兴趣了之后 他们 你们不是只帮忙 找到空间而已 我发现 是不是 你是整个 等于是创业的过程当中 从零到一 你都会帮忙 所以其实不是只有这个空间 然后把这个空间实现出来 因为你们 你等于是透过社团 帮他们这些人 可以媒合 不同你刚刚说的 软硬体的人 他们在这边认识 他们可以共同的结合 这样子 那么我看到你这本书里头 很有趣的 就是说 你要帮忙连结有趣的人 你还用五行的观念 金木水火土的观念 去帮忙大家找创业的人才 那这个通常是最重要 也是最困难的一块 你怎么样 透过金木水火土 去帮大家找创业的人才 其实我们都常讲说 人对的事情就对了 所以要找到这个对的人 真的很难 我每天在做的事情 大概也都是这样子 就是不断 那我只是把这个人才 稍微分了五类 然后透过这个 华夏民主的智慧 物行 这个木火土金水 那木他在讲的是这个 我们如何组织 如何找到这个人才的培育 从进来到 到你公司 然后到我离开 对 那这个在谈一个观念 因为这个 尤其是很多小店主的痛 就是说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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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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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才 然后人才离开的时候的 的一个心态 呃 因为现在讲的就是 人才离开之后 呃 呃 呃 其实应该还是要保持一个 好的连结 对 虽然他跑出去跟你开店了 但是 他算是你的人脉之一 对对 然后这个 所以他在谈论一个 这个人才的培育的概念 然后 里面有参考这个 呃 戏鼓来的一些观念 例如说联盟 是 联盟就是说 你育 育成他嘛 然后他在你这里用才 你用完之后 他离开 还是有一个 这个毕业同学会的概念 嗯 对 然后这个联盟的概念 然后 嗯 联盟到时候还 还 还是回来可以帮助这个组织 嗯 对对 那我们 这里面在访问的一个 这个 呃 算是我的一个学长 嗯 然后他很会 很会这样做这件事 哦 就是他的人来来去去 但是每一个人都是 在每个阶段都跟他有 产生很好的连结 哦 对 然后我是觉得这样的人才 这样的观念是很多小店主缺乏的 嗯 因为他们常常就是 刚才那个不好心态 嗯 他怎么可以在我附近开店呢 对 对 可是 其实 呃 如果 不是很哦吗 其实 可是后来我们只是观察 如果是好的员工 他可能会开远一点 就是 对 他会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区域 对 对 对 因为你们会保持一个好的关系 嗯 对对 然后 其实有时候同业之间大家有互相交流也不错 对对对 然后而且其实鼓励的是不要觉得说这个人真的就离开了 嗯 这个弱好的关系是呃是可以投资的 因为他从你这里 他毕竟是从你这里学到的 他也会感恩啊 对对对对对 所以呃 我们在谈论就是不要不要这个只有一种单一的思想 嗯 他谈的就是人的连结有很多种 所以还是要学会结很多的善缘 对对 而且都是合作不是竞争 以前是竞争了 现在 做 做所有事几乎都是合作 OK 要往这样的方向去想 有一天你会用到他的 对对对 大概是这样 这是木的观念啊 对对对 那火呢 火是在 那时候 火是在讲体验 现在空间如果没有做到好的体验啊 它是很危险的 因为人们很多事情可以在互联网 呃 买东西买完了 对 然后不一定要来到 实体的空间 对对 那来到实体空间 你要提供给人家一个 无科区带的体验 是 然后就哇 好棒 然后他肯定要来这里打张卡 告诉他朋友说他来过这里 然后一个下午的咖啡 谈话 摸个猫啊 我讲的都是最简单的就是 他就会觉得摸个店猫 店里面的猫 然后喝个咖啡 跟这个店长聊个天 很开心 这他就会推荐 嗯 那如果还要再更深一点 就是说 呃 来这里 他还会见到属于自己的群体 某一个社群 比如说这个 扣死的社群 就是 就是什么动漫迷啊 对对对对 或者是什么干嘛的 这样子 然后你 所以你就让这些宅男宅女人 不一定要每天就只坐在自己书房的电脑前面 他可以出来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在讲说你怎么做到一个无可取代的体验 然后当然是有一些噱头啊 然后呃 例如说吃个饭点个火 哇 那当然是噱头也都会有 然后人们也都会拍照打卡 然后当然有更深层次的就是到人的连结 你来这里就是产生一个很强的社群连结 嗯 对所以他在讨论是各各各种方向的这种体验 所以说火的人才就是说 你要结合这种可以让人家来你的店里面有体验的 对没错 的的人 对你要找到这样的人 然后自己要设计出这样的呃桥段吧 套路让人家觉得进来 为什么我要坐在这里 这里就是有一个打卡点 然后这边是这边是可以坐下来干嘛干嘛 然后反正就是他是不断优化了 他是没有永远没有办法停止的 OK那土呢 土在讲的是说 呃很多 因为这些开店都是用承租的方式承租 嗯 对那呃 就有观念都是跟屋主的关系是很对立的 对 而且很怕你生意好的话 他又要给你涨租金 对 然后所以我们在从前面你就看出来 我们其实都在提一个 找到一个业界资深的 然后一起谈论这个观念 嗯 对因为我觉得这有些观念要先调整啊 嗯 就像我们都觉得房东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嗯 而不会是这个竞争 嗯 然后所以你要 如果有有 当然我也知道有些房东每天到晚都在想涨租的事情 但是因为我 我真的见了很多房东 我们公司资料库大概有将近一万笔吧 都在台北市 那我很清楚这个很多资产阶级房东 他是 并没有那么贪心的 嗯 他其实 他也知道自己没有办法把这个空间做什么利用 嗯 所以他其实只要你按时角住 然后就想要调整住进 例如说以前的师大 然后或者是现在的民生社区 那边就会比较夸张一点 对那其他的区域就 还有东区啊 对那所以你自己要 这个要想清楚 所以我们的会员很少去进入这些战区的 不要去跟人家抢那种地方 对然后而且这里的房东 那个心态是不健康 他很浮的很浮躁的 对那其实如果你去像古亭这里啊 这个房东都不太会理你的 他就是他也知道这里 他也只想求个稳定 要不然每一天到晚换房客 他也很麻烦 对对对 然后而且因为我们的小店主 他是这个比较有趣的 他其实是可以跟自己的 这个亲戚朋友说 你看那个我们那个房客多好啊 这样这样的 所以他在土在讲的就是 房东与房客观念不是只有一种 我们甚至里面有提到就是 我朋友我们的会员直接谈 谈到最后房东他入股了 所以你看这就是意想不到的 对对对 收获 就是说这个你跟土地 跟这个屋主的关系 也不会是只有一种 你要放开心胸 然后了解人家是怎么合作的 然后跟你的供应念合作 所以你们一直要让大家 打开大家很多的障碍 就是说很多既有传统的 这些刻板的想象是不一定的 你可以合作的空间 你可以找到人才是 在很多可能性都有的 你必须要让自己更加的open 这样子 很多人没有 就因为看的比较少 所以他就会觉得说 不就这样 可是没有 这个市场很大 其实不是的 对对对对 那金呢 金在讲但是讲投资 对那我们请了一个专业律师 来谈这个应该要怎么 把投资这件 那投资的一些概念讲清楚 然后里面就是讲说股权 对然后还有这个要 所有东西都要白纸黑字写下来 怎么跟你的股东相处 怎么找股东 对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很好玩的 我举个例子就是说 其实这种事情股权呢 其实找律师付一点钱 其实会有好的效果 因为很多时候 大家凑一凑钱开店 然后五六个 然后一人一百 好假设就五百 然后呢坐下来 肯定又在卡后来 你懂吗 没有关系啦 反正都可以啦 然后讲了一堆 没有讲到重点 可是问题是 如果今天五个人约去律师楼 那就不一样了 因为律师有就说 那我们现在是一人一百 那每个人二十哦 会把所有事情 亲近诸图的写完 而不是这个 很多时候就是都没有讲清楚 然后就会马上拆访 而且碍于情面什么的 就觉得说 不好意思 结果讲来讲去 都是言不及意啊 然后就不好 客气来客气去 可是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 反而糟糕了 可是它是一个生意 对啊 那到最后 这个赚钱还是不赚钱 都一样就是 大家都在那边讲说 就很现实啊 然后我看到很多店 都是这种问题 那其实你找一个第三方 律师做的 那气氛磁场就不一样了 然后开始把东西写下来 光是这样 其实都是在保护大家 可是 几乎没有人有这种观念 大家都想要 大家都想要 就觉得何必还要浪费一笔钱 去找律师啊 就便宜行事 对 可是问题是 这就麻烦啊 因为通常就是 大概只有一个人会煮饭嘛 对就是那个会煮饭的人 那他只拿20% 那他到底应该要分多少 然后这里面 其实都有稍微带到一点 对 因为大家就是 不想讲清楚 那不想讲清楚 是因为 其实大家可能是没有概念 可是律师处理很多 他很多经验 他就会跟你讲 通常大概是落在几% 对 你拿这个奖励 大概2到30% 这个业界也就蛮高了吧 对 红利啊 然后股份应该怎么分 然后把它讲清楚 那大家有个参考依据 没有说现在一定要有 有答案 但是可以 至少大家有一个 比较资深的人在带 对 我觉得很多人都 都很开心了 耶 开店 然后到最后就 又不开心了 对啊 就朋友就变成不往来了 对 朋友变仇人了 真糟糕 然后钱也没赚到 对 对啊 好 那水呢 水在讲互联网思维 就是说 我们开店不需要去 争这个最黄金的地段 但是我们在讲 如果透过互联网这个工具 然后或者这个思维 然后从线上把人导到线下 然后再把这个线下的体验 回馈到线上 对 最简单就是我们到餐厅是 去吃饭 现在你很难去街上乱晃嘛 你一定会先在Facebook看朋友 吃了什么 像我看了朋友吃什么 然后我就会 觉得不错 留下记录 然后我们就会去 都会这样子 我们现在都会想 而且你不喜欢 永远吃的都是在其他餐厅嘛 就会上网去查 有什么新的餐厅啊 然后就去试试看 对 然后而且以前是查哦 现在以前是用关键字查 对 现在其实都是看朋友 Facebook 然后看到什么 然后你就截图 然后想说下次再去吃 所以你在用这个互联网 你开店要有互联网策略 就是你要知道就是 现在就是社群一个拖一个 一个拖一个 所以你自己 店不需要开到最黄金 然后也不需要去承担 这么高的租金 开到偏远的地方 但是你一定要互联网策略 把人导到你的空间 而且他又迁 就迁到刚才的火 就是你要给他好的体验 然后体验他又在坡上网 对 然后他会成像 成一个好的正向循环 对 所以问 所以基本上你的积木水火土 是让大家 从一个不 你原本没有想到的地方去找人 然后你找来这些人是要干嘛的 然后找来人 你要怎么合作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 不同于传统的这种 找人才 人力的这种概念 对不对 好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我是郑立文 今天的台北2050 就在我们现场的是 俊勇R不动产的创办人张家明 他出了一本书 是由漂亮家居麦浩斯 所帮忙出版的 新创空间的 十乘以十堂 创业的十作客 那么刚刚呢 在这个休息的时候呢 张家明问我说呢 台北2050这件事情 那么我刚刚就刚刚讲了一下 就是说 我们希望台北在2050的时候 它会变成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那其实你从现在就要有计划的 然后很积极的往那边走 不然你不会在台北2050的时候 忽然间有一天 它变成了一个很好的城市 那从往这件事情呢 就是如果你寄望政府的话呢 在台湾啦 就是很难做得到 台湾的这个政府的这个运作 有很大的根本的一个问题 可是这其实在很多的国际上面 尤其是很进步的大都市 或者是国家 他们都是这样在做事情的 那你看你从张家明 你自己个人的经验 你怎么样从零到有 然后这样子一步一步的 把它累积出来 然后你的目标是什么 怎么样去达成它 你就知道 这其实是很实际的问题 不是一个口号 就有一天它会变出来了 变不出来嘛 这中间就有很多 像我觉得你很好 就是说这本书里头 你不是只是编织 给这些文青们一个创业的 跟一个美学空间的梦想而已 这些东西我想他们都很会讲啦 可是有几个人可以做得出来 而且做得出来之后 你要营运成功啊 你不能够吃老本啊 或者是靠爸妈资助啊 对不对 你要真的 它这个是 你就丢到市场里面去了 就像你说的 那我如果我在这个空间里头 我要投入多好的租金 我要投入多好的装房 装潢的成本 然后未来多少人在这里工作 然后我每天有多少的营收 这都是硬碰硬的 这不是浪漫的梦想 可以那个的 所以去你找你 这可以讲吗 你们去找你 都有几个人存活下来 有几个人就挂了 我看一下 应该好像都有狗眼残存 都有狗眼残存 因为我看一下 好像没有 好像都活得 都还还不错 所以你都有follow吗 因为你都有 整个参与他们的创业的过程 然后他们创业了以后 他们找到空间了以后 还继续当你的会员吗 还是说我已经找到 我就再见了 他们会继续当 因为我们会有乐聚会 透过这个乐聚会方式 协助大家互通有无 然后另外一个说法 叫做抱团取暖 因为这群人没有交流的场合 因为大家都是小店主 平常有时候都会在自己的空间里面 没有时间出来social 那我们帮大家安排 而且我们social是去看别人的空间 就是除了social外 你还可以去参访 可以看 然后你看到体验到不同的经验 对对对 然后这样你就可以交流 然后那这样会是形成一个 很好的这个社团的氛围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跟 今年就会积极在每个城市推广 这样 你们现在不只在台北做 我们确定就是桃园跟台中 现在会 也要开始了 对对对 哎呦你不错你不错呦 那我请问一下 有没有成功了 然后要开第二间店的 当然有啊 很多人都一直在开店 真的哦 对对对 还有人开到香港去了 真的哦 对里面我们这个 是哦 亲子餐厅他都开到香港去了 哦那间亲子餐厅了 对对对对 那所以有很厉害的 当然有很很很这个我们叫很危险的 但是无所谓他都在做一个 我觉得都是好事情 都要做一种实验 对对对对 对不对 那你基本上就是说降低他们实验的风险 增高他们实验成功的可能性 因为以你的经验 然后你帮他们找到的这些步骤 他们有需要的这个资源的来源 另外就是说你还可以透过你们这样的一个社群 大家彼此互通有无彼此的经验 也可以互相的交流 对 所以他们会继续留在你的原因 就是说有了成功的经验 他除了需要继续的跟其他人的互动之外 他还可以第二间第三间 对而且我们其实还有在聚会 除了这些所谓交流 另外其实到最后都会有产生另外新的合作案子 对就是激发出新的 对因为聊天聊酒 就是那我们就我就带着大家再去做些什么事情 我问你会不会你譬如说你刚刚讲的是找空间 找人找idea对不对 那找钱呢有没有困难 或者说也可以帮忙 有啊因为我们 没钱怎么办 我自己也融到资了 然后所以我两天公司三天公司都融到资了 我们的投资人其实也很寄望于这个社团 再带来新的案子给他们 他们会愿意继续投资的 是哦 对对然后我当然也会继续不断的开发新的投资人 所以你们不是帮忙他们去银行贷款之类的 这个也有啦 这个有一些小诀窍啦 但是 对对然后这个这叫债权嘛 另外一种叫股权嘛 那有啦我自己其实自己本身都有在操作 要么就有债权要么就股权 都可以帮忙 对然后就不断的 这个本来就是要 这个因为我自己有投资嘛 那所以我只是把我过往我会的东西然后再教他们而已 嗯哼那我们剩下一分钟 可是我还是很想问的就是说 那你们这些创业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可以来自于政府的帮助的帮助的哦 我们目前今年会就是 比如说什么天使基金啊 还是这不是政府啦 但就是说你知道类似这种 现在政府不是很鼓励新创吗 呃对 文创吗 对但之前都没有时间碰啦 哦因为觉得把自己先做好 嗯然后证明是一个健康的cycle 今年开始有去跟政府做接触 嗯对然后看看有什么机会可以合作这样子 嗯今年才刚开始 嗯对但是因为我觉得这好事时间点刚好 因为这个前面要先证明自己能生存下 好我们希望鼓励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勇敢的把他们的梦想赋予实现 谢谢张家明谢谢 谢谢 然后呢在未来的时候能够看到更多的成功的年轻人在台北创业 然后我们有看到很多很棒的空间 这也是台北市会整个改变台北市的世貌 好谢谢